Hello 大家好 我是Ada 今天呢 其實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 5月14日 我不知道為什麼 Wikipedia寫錯我的生日 那裡寫著5月12日 如果大家知道怎麼改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錯 我的生日是5月14日 那就是明天的 那我就想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自己的年齡有什麼感想 其實我是很proud to be 3 12 聽起來就好像很老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的 mental age 一直停留在26、27歲這個時候 就想 有很多人 包括我工人 從6歲到現在都一直跟我一起 他就說 為什麼你現在好像越來越年輕 反而我以前16、18歲的時候 這個樣子更老 老實說 我自己16、18歲那個時候 我不是特地想扮大 但是我很喜歡穿高跟鞋 我的眼線又畫得很深 如果我找到一副照片 在這裡展示給你們 就是我的妝是濃很多 就算我普通出街 逛街 我都會穿高跟鞋 我小時候是很dress up 然後我甚至去健身 我都會洗澡 先化妝 主要我個人是很隆重 然後我現在有時候 甚至教唱歌都不化妝 比較懶 而且我現在都比較有自信 真的不覺得一定要化妝才可以見到人 我覺得這件事都是隨著年紀 慢慢改變的 所以我就想在這個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三十幾歲 很老 好像我剛過了星期五的生日Party 我就有一個很大的Balloon 寫著32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32還是23啊 你是不是23歲啊 然後我就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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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32歲 因為我踏入到30歲的時候 更加懂得愛識自己 更加知道自己是一個什麼的人 但也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我反而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真的覺得自己好像一塊飯 不是很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還有很貪玩 我現在也是貪玩的 但是貪玩得來也會很疼心 會想後果 我以前二十幾歲 十幾歲的時候 真的 YOLO Whatever 完全什麼都不想 現在就懂得衡量 值不值得呢 我覺得每一個女生 尤其是亞洲的女生 三十歲我覺得 才剛剛踏入你最漂亮的時候 那以下就是原因 第一 表面來說 大約三十歲的時候 我就覺得自己 開始沒有了BB Fat 我以前小時候很圓 其實我現在的臉都很圓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覺得 但是 我是很橫的 這個位置 從小到大也是我的 insecurity 所以那時候 我在香港小姐 經常都上鏡 我才幫我做美容的公司 那些人就 建議我打BOTOX 那我不多說 因為我之前也有拍過一個影片 關於我打BOTOX的經驗 長話短短 我打了一次 然後我就不再敢打了 因為 我想他打得不好 就走到我臉的位置 搞到我笑得很奇怪 我笑是 笑不到 但很幸運就是BOTOX 要半年打一次 因為他會流走 所以就沒事了 那次打了一次之後 就嚇到我 我就不敢再打BOTOX了 反而我臉是削了一點 我亦都接受了我的包包臉 現在沒那麼包 但是我不會再想改我的臉 我反而覺得 現在我這樣比較橫 令到我年輕一點 這個亦都是 帶到我第二個點 你會學會包容自己的 不太喜歡自己的地方 慢慢 都不太差 我們每一個女生 就算有多漂亮 Victoria's Secret Model 都有insecurity 我覺得這個是女生 不知為何本身對自己的身體 特別高要求 那我亦都會承認 我不會沒想過整容的 始終現在這麼多人整容 我自己亦都 如果可以整容就好了 如果可以削面 或者如果可以龍胸 那我就不用穿BOTOX 因為有時候有些留言 真的蠻壞的 我覺得男生 不知道一個正常的胸 躺在這裡 不可能會這樣定型 是只有假的胸 才可以這樣挺 就算不穿BOTOX都挺 變成有時候可能是拍照 影片 睡在這裡 就變成好像平胸 那些人就會很懶惰 在這裡說 所以當然我自己都會 如果我龍胸的話 那些人就不會這樣說 就算什麼姿勢 360度 轉 睡 攤 飛 都是這麼perfect 一直定完在這裡 我想應該每一個女生 都是這樣想 就是希望怎樣可以改造自己 令自己的身體更加perfect 這個我只不過是會想 當我真的想到 真的要割開自己的身體 然後放一些 不是屬於自己身體的 東西 Sorry 那隻東西 打不死 要自己的身體 go through 這麼多東西 我想一下 還是覺得 還是不太值得 如果這個是你想做的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我們是要學會 怎樣包容自己不喜歡自己的地方 雖然現在可以改造 可能已經fix了外面的外表 覺得自己不開心的地方 但是內涵呢 我覺得這一種是一種 要自己學的技巧 怎樣可以 不要對自己太高要求 令自己開心 或者一有這些 不好的聲音 在腦海裡 給自己一點同情心 給自己一點compassion and grace 對自己有要求之餘 也不要太殘忍 要一個很好的balance 這個我覺得 過了30歲之後 真的可以跟自己說 I really love myself 當然我有很多東西 我也是可以進步的 所以我每一年都有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 很多東西可以做得更好 這個是一個 學海無矮 最後一句是什麼 你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沒有盡頭的 就是發覺自己 越來越不愛惜自己 好像我現在也會比較早睡 星期日至星期四 頂洞12點半就會睡覺 然後7點半就會起床 我以前報劇 熟到3點 然後11點起床 這個也是我前幾年 真的做了一個 conscious decision 想把全部的東西 調早一點 第一 我不會太晚開始熟 不用12點開始熟 而且我也不需要熟 兩三個重浪 我會跟自己說 其實我看這些 美國的reality TV show 很好看 但是什麼都學不到 很好的 只是一堆戲劇 所以我都會提自己 其實我看這些東西 是完全對自己無益的 只是一個 令到自己放鬆的一個渠道 所以現在11點 我就會上床 然後開始看我的show 我一定要看show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放鬆 end of the day 在床上 就不停彎彎彎彎 被自己看到頂洞 12點半 一個小時至一個半小時 我就關機睡覺了 就是你要給自己這些 這樣的guidelines 令到自己不要 無緣無盡地 看這些show 或者浪費這些時間 就是始終自己是要衡量 這些其實對我來說 有沒有益的呢 每個人都需要有些時間 是做些無聊的事情 或者做無益 但是喜歡做的事情 但是這些全部都要有 時間限制 所以我就真的覺得 我這幾年 因為這樣shift了我的時間 變成我7點半起床 就多了很多時間 覺得個人健康了很多 而且也覺得自己自律了很多 It just feels good 我做了這麼多事情 好像是11點多 或者是12點 跟我之前對比 起床是11點 搞得來的事情 都已經2點 4點就要開始教唱歌 所以變成不是那麼多時間 做一些正經的事情 啊 不知道這些時間去了哪裡 或者變成晚上 開始剪片 或者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但是到了晚上 我發覺我自己 一吃完飯 我又不是那麼想做事情 那所以呢 我覺得最好就是一朝早 還有下午 有精神的時候 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情 那麼到了晚上 就可以慢慢緩慢 那每個人都不同的 有些人是夜晚的 那我覺得沒問題 whatever works for you 但我自己這幾年 是one of the best choices I made 就是早點睡 然後早點起床 朋友就經常問 唉 我就算怎樣都 早睡不到啊 那我說沒問題的 我怎樣教到自己早睡呢 如果你平時3點多睡 你第二天 就算多累 只有7點半起床 睡得過4個小時 然後你自然地呢 那天就會很累很累很累 去到那晚呢 你可能10點多 11點已經想立刻睡覺了 那就已經慢慢改變了 慢慢地這樣 這就是我的方法 我怎樣可以移到自己的睡眠時間 早點 我又會去做刮沙 又會定期按摩 令到自己的筋骨 維持在比較鬆的地方 但我會唯一說 30歲 真的你會感覺到你的筋骨 是開始痛的 所以我還是要按這麼多摩 就是這樣 因為我以前完全沒有這些 酸痛的感覺 但是 我這幾年是真的覺得 啊 又很痛 這裡又很痛 所以這件事我是唯一 喜歡關於大約30歲的 第二件沒那麼喜歡就是 真的不可以 好像以前那樣吃那麼多 真的要看著自己的重量 因為沒有以前 瘦得那麼快 所以我都很久沒吃過麥當勞 20多歲的時候 是一個星期一定會吃一次麥當勞 一個星期一定會吃一次Pizza Hut 超喜歡吃Hawaii Pizza 還有麥當勞的脆香筋液餐 My favorite 那我差不多五六年 沒吃過麥當勞 如果我真的想吃一些比較邪惡的東西 那我要是會自己做 要不就會去一些好的餐廳 新鮮的做出來給我 另外一件我覺得 三十幾歲的好處就是 事實上清楚很多自己想做些什麼 二十幾歲剛剛畢業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想做些什麼 也都沒有什麼信心 對自己 我不是入小了大 都是因為我要做唱歌老師 那個PASS 是慢慢找出來 現在我都教了唱歌 差不多十年了 全部的學生都是Word of mouth 很多都是我的學生媽咪爹地 他們的小朋友跟我一起學了唱歌之後 就很開心 對他們的考試成績比賽成績很滿意 將我的名字人傳人傳出去 所以我都不用故意放任何advertisement 在我教唱歌這方面 我覺得我自己是超級有信心 我也跟很多學生的relationship 都是很close 他們會當我好像姐姐一樣 所以我覺得自己好像貢獻社會 我覺得當一個人做事那裡得到一個fulfillment 真的覺得自己有用的 就會更加令到自己的信心爆破 除了自信之外 也是要善良 做多些善事 其實我覺得一個女生 就算不是很漂亮 但可以是很有氣質 會令到別人覺得 她看起來很善良 就算是對侍應 或者根本不是很重要的人 都是很有善心的 我覺得這一類的人會慢慢越來越漂亮 因為你真的從內散發出來 就算幾多歲都漂亮 這就是我小小的分享 所以我很開心 我這次的分享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收看 Bye